陪小星星要做的100件事 做披萨 顾发 走喽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目的地 但是我儿子睡早了 这下又尴尬了 看来披萨只能我们自己做了 看来我们也只能自己吃了 我们是昨天接到的邀请 有一家餐厅请我们过来参加他们的 披萨DIY活动 就是这边好像已经开始了 什么 这是戴着帽子 对 没睡好吧 才睡了半个小时 当然没睡好呀 这个桌上是玉米粉这样不粘手 这里还有个小面团 做披萨的面团 把它压成一块饼 人家用小天天成一块饼 这是你做的五大郎烧饼吧 我又不是五大郎 你是脆大郎 这个手法可以吧 一点都不圆 不要闭门造车 你看看师傅 那尾形搞成这样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做起来就变成烧饼了 这个好像你们的特产 锅盔啊 我们锅盔是椭圆形的 你这是不规则型 你这个技术啊 我都不好意思拍了 我要是做披萨 绝对比脆脆做的好看 它的料理天分不行 我只适合吃 你们看看脆脆的手指印 还有这个边缘处理 有待提高 小时候拿盘子过来 我就不会做成这个样子了 借口 这个是老师做的 来对比一下 你看我的多薄啊 对啊 你看老师做的多厚啊 虽然很圆 这才是第一个环节 才把饼搓圆了 还没加佐尿呢 老师说什么 老师说可以了 安慰你的 下一个环节 扎孔 要不然就会有气 对 刚刚扎得很好 对对对 对对对 要干脆腻落 干脆腻落 要均匀一点 真的是千疮百孔 这个是什么酱 披萨酱啊 披萨酱 一瓶勺 抹均匀就行了 抹均匀就行了 小猩猩根本就不让我帮忙 快点快点 要进入下一步了 做鸡肉披萨的 就放鸡肉和玉米粒 就是这个 小猩猩做的是水果披萨 所以放的是水果 小猩猩和伟哥都喜欢吃水果披萨 可以了可以了 最后一步 放姿势 这时候再用手挡着一下 免得放到边上了 是这样子啥吗 分量还不够 要啥这么多吗 很有必要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下一步就进烤箱了 满分10分 你觉得自己可以打几分 9分 为什么 多一分怕我骄傲 你这个脸皮也太厚了 你问小猩猩打多少分 小猩猩你觉得我们的披萨可以打几分 满分 满分 一个比一个不谦虚 现在大家在排队进烤箱 我是说披萨 每个披萨要烤5分钟 接下来我们坐等出炉 总结一下 一共5个步骤 第一步搓面团 第二步 涂披萨酱 第三步 放调料 第四步 放芝士 最后一步 进烤箱 学到老活到老 第一锅已经出来了 出来的时候帮我们切好了 这个是保温灯 下面有60几度 所以披萨一时半会不会呢 你儿子刚刚唱歌了 唱什么歌 我的好妈妈 下班会到家 太遗憾了 我没听到 干嘛去 刚刚唱歌奖励的一个奶茶 就是他要把对了 披萨来喽 小星星的名字在这里 我们的披萨好了 我们的披萨好了 我还真的是很期待 还是不错的吧 你看那个饼边多薄 不要骄傲 还有进步空间 你看这个多脆 准备开吃 味道怎么样 好吃 好吃吗 我看你嘴巴都忙不过来喽 我也要吃 全是菠萝 这是小星星第一次做披萨 也是我第一次做披萨 也是我第一次拍你们做披萨 哈哈哈 奶茶过来了 这个包装很精致 好萌啊 没有儿子萌 来您请毕业证书 小星星过来您请毕业证书 快快快 来就来 好你的 马上就到你了 小星星的 这是小星星的 小星星同学 恭喜你在2023年元月8日参加的 披萨学院之披萨小专家 成绩优秀 特发此证 披萨小专家 给你 快过来我们一起把它吃掉吧 趁热吃 看来是不用打包了 资料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请帮我们 点赞 赞 订阅 转发 收藏 晚安 再接见 拜拜 拜拜